而且这差距非常大 就那刚刚华大使提到 比如黎兴基 一个是1.9万台 一个希望它4千台 那这差距非常大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 1.4万5万台 那我们就二一天做五吗 难道 那是说要5万台 不行 而且有一些因素的 还不在谈判桌里出现 就是境外 谈判桌外的因素 阿拉伯人的考虑 以色列人的考虑 土耳其人的联想 这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达成一个最终协议 你刚才说的最终的协议 坦率地说 而且我们知道是一个实质性的 甚至是永久的协议 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次不能够 根本性地限制 伊朗的核能力的话 那阿拉伯世界毫不疑问 会掀起一股追赶浪潮 有一个核竞赛 当波斯人跟阿拉伯人的 核竞赛展开之后 土耳其人它也会奋起直追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达成的协议 如果说是最终协议 这个肯定是不确切 肯定是不会达成的 它会达成一个最终的原则协议 达成这个原则协议以后 继续落实 继续监督 突然出现什么意外 这个情况都会发生 过去十年 伊朗在西方眼中 一直是根难啃的骨头 但去年上任的新总统鲁哈尼 作为一个温和的保守派 政策以务实助成 为争取解除对伊朗制裁 它主动向西方示好 去年11月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的谈判 进行得格外顺利 第一阶段协议确定 从2014年1月20号起的六个月内 伊朗不得从事风度超过5%的游农搜活动 停止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建设 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更多核查 当然伊朗的软化是明码标价的 有关六国不得再追加对伊朗的新制裁 并松绑部分现有制裁 还要允许伊朗分区取回 42亿美元的海外被冻结资金 如果这六个月中 各方能切实履行协议建立互信 那就有可能敲定 有关伊核问题的长期协定 但在临时协议到期前的最后这次谈判中 双方分歧巨大 主要集中在伊朗可拥有的离心机数量和型号 重水反应堆的处置 以及如何解除对伊制裁等方面 对于过去一周多的谈判 各方也表示进展缓慢 有分析认为 由于伊核问题复杂性 短期内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 可能性较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对话不会取得进展 参加谈判的各方 能否在相关问题上找到契合点 既保证伊朗的核权利 又能解决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关切 将成为伊核谈判的关键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